那么接下来再看看 每个人都想变美 可是不想变肥 很多爱美人士喜欢保养品用喝的 不过针对现在很夯的胶原饮品 小机会调查发现 有的产品宣称没有添渣 却被验出含有蔗糖素 喝多了反而可能变胖 越来越多女艺人为胶原饮品代言 但小心喝多了会变胖 游小姐有时工作劳累 就喝凭胶原蛋白补一下 不管是陈妍锡款或是Selina款 别小看这一小瓶 它可能就是含糖饮料 糖也是属于碳水化物 所以我们暂时可以看碳水化物 像以这个来讲它含6 那我们可以基本上 它就是含有6%的糖 不知不觉一瓶就喝下6%的糖 如果喝两瓶 热量就有134大卡 比这罐汽水多 喝三瓶热量也比果汁多 23.4大卡 另外标榜胶原蛋白超多 一瓶就有1万毫克 但正常人一天只需摄取5000毫克 吃多无益 过多的囤积体内也有可能发胖 至于郭学夫代言 在网路热销的胶原烟窝影 小姐为调查发现 营养标示胶原蛋白5000毫克 蛋白质却是零 要号称无添加物 经验后尽发现有蔗糖素 事先广告不实 建议暧昧的民众 喝胶原饮要十量 毕竟一小瓶就要百元 可别花了大钱喝过量 还没变美嫌变胖 中文新闻 范锦文 路易台北才王报道